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我现在在东莞市区的石龙镇 这边是一条老街 准备在这边逛一逛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看看有什么奇特之处 石龙镇在东莞市区来说 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镇区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石龙面积是非常小的 它不管是在东莞市区来说 是最小的一个镇 然后看资料上显示 据说它在咱们全国4万多个乡镇里面 面积也都是最小的一个 不知道这一个是不是真的 它的总面积才只有13年多平方公里 人口也是十几万人 但是它的外来人口比较多 还有一些特点呢 就是这个四大天王郭富城 他的家乡呢 也是这个石龙镇的 并且在石龙啊 当时呢经营一个金铺 不知道现在的朋友们 还记不记得 有郭富城这么一个明星 他当时的这个歌曲啊 还是那个演的电影啊 嗯 都是这个传播度是非常大的 是不是朋友们 并且这个它的那个名气也是非常大的 你按道理来说啊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 都是耳熟能详嘛 对不对朋友们 然后它还是 石龙还是一个举重之乡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点呢 它这个当时那个金九铁路啊 啊 是 也是一个重要的经过点 这个地方有个石龙博物馆 他们说石龙博物馆这边也是非常有看点的 那么我准备进去看一下 这边小火车大制作 火车的发展史 蒸汽机车时代 最初的列车有蒸汽机牵引 需要以煤炭和墨材作为燃料 火车的乘火由此而来了 蒸汽机车则被称为火车头 蒸汽机车曾经是我国铁路运输的主要动力 看看朋友们 这个是卖的吗 还是 这个是本下参加火车那些小朋友拼装的 哦 拼装 给他们 取行这个 我觉得那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可以了解一些 以前的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东西 这是高铁 和谐 好 那上面写着九广铁路鹰段 看这个地方出口入口 一律平车票进站 看收票住 石龙站 看 据相关史料记载 广九铁路段 从广州大沙头车站起到深圳站址 共购买了土地 11,640亩 花费了 这是多少 167万5千元 这边 这边就主要是 记载了石龙铁路的这个发展历程 历史陈列展厅第一个 前言 石龙镇位于东江下游 地处广升铁路中段 北靠广州南临深圳 全镇总面积13.77平方公里 长住人口14多万 看石龙镇 自古以来 石龙镇就是交通商贸重镇 文化底蕴深厚 清末民初 石龙于广州佛山陈村 并称广东四大名镇 持名香港 大革命时期 石龙人民以极大的爱国热情 支持革命视野 在两次东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看这个是 背丘遗址 当时就是说 人们在捕鱼活动当中 使用的一些工具 看朋友们 所以说这个石龙还是比较厉害的 货运码头 看 这个就是那种老街的街景 是吧 我们刚才有看得到 看朋友们 为妙为俏的 我看过 这是干嘛 你知道吗 我看过呀 这是个码头 我知道 知道 我哥哥跟我讲过 然后有两个人 对不对 这边是用人拉车 有从后面推的 用在前面拉的 那时候全部都是靠人工 这个是铁行标灯 20世纪50年代 木质小船模型 这个应该是 这个没有标咒 这个是什么东西 像火药桶 又像鼓 是吧 看这上面都是 神龙老街的那种场景 这个是 新畅 古店 古迹 哦 这个就是制鼓的 看 刚才那个不是火药桶 就是鼓 用下面这个 拉住 拉住下面那个牛皮 然后钉钉子 是吧 朋友们 看 那个时候那个人 有这种机器 也算是比较现代了 是吧 朋友们 这一个鼓就是做成的了 看 旁边用钉子把这个 钉起来的 老街场景 这个 石龙的 这个博物馆还是值得一看的 如果有本地的朋友们 以前没来过的 那么可以来这边看一看 这边是一个第三展厅 这里面就有很多这个旧的家具工具 有很多当时的你看 这个明清两代东莞商贸易石龙为翘首 商贸易的繁盛 催生了石龙民间金融业的发达 拥有破具规模的典当 匯票 银号以及金银和兑换业务 早在1926年10月中央银行在石龙就设立了经理处 那个时候也成为了东莞第一家的这个银行 看了朋友们 棉花街南边街 哦 当时这个棉花街1925年10月6号 蒋介石周恩来还率领的东征军进驻石龙 设总指挥部在棉花街内的国民党石龙之部 这个地方在哪个地方 有机会的可以去看一看 当时使用的这个大秤 缝纫机 50年代的时候 天平秤 80年代松花街这个电影放映机 看朋友们 放电影的 放电影的这个机器怎么这么大 以前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 不是这一种 没有这么大 印刷厂的排版桌 这印刷厂的排版桌 这个就是当铺了 这边看 电话 这个你看有那个什么 大哥大 BPG 邮政信箱 还有这个永久牌 这是永久牌吧 是的 自行车 看一下朋友们 这个中山路的老街 在这边一览无余了 看一下朋友们 这边是80年代的盗片台 盗片台是放映机房的常备 常测用具 就是放完电影了以后 那个片子要倒过来再重新放 这个是盗片台 然后石龙电动工具厂自制绕线机 绕线的绕线圈的这一种 东莞市 东莞市二清石龙东方工艺品厂 石龙电动工具厂自主研发的D7机 D7机 D7机是解决了电数绝缘处理的问题 就是那种电线 然后用这个东西 上漆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它这个博物馆 相对于其他的地方来说 它收集了很多的这种工具 所以说还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印刷厂的排版工具 都是他们这边石龙镇以前的工厂 遗留下的一些工具 这也是放映机 以前我们在村子里面看到的 应该就是这一种 自主生产的吊扇 还有这个是广东电动工具厂 使用的线路铁路 这个咱们还真的不懂不专业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 电钻 手电钻 日光灯振留器 这些东西 这些产品真的是应该要保留下来 就是要好好的保留 要不然以后真的是慢慢见不到了 看这些厂名 应该也是以前的东莞县 石龙镇 弹簧厂 弹簧厂的招牌 广东省越冬电池厂 这个越冬电池厂到现在还能看得到呢 弹簧厂 这个东莞和石龙这边座位 这么发达的一个经济发达的一个地方 能能做到这一步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看这些 这都是现代开始生产了 现代生产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以后 光学产品 众生药业 还有你看这些都是石龙生产的 金威 看看这都是现代一些生产的 和以前的相比较起来 哎 他这个真的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朋友们 精密部件 东莞有限公司 相机 相机外壳 这个墨盒 这越来越来越先进了 到现在为止 是吧 朋友们 这个是电控器 光学镜片 这一层就看完了 再上一层看一下 朋友们 刚才我好像那个 已经走错了 应该是从一楼 它有个标牌 说直接上四楼 四楼看完上三楼二楼的 我现在从一楼 直接上到二楼了 所以说二楼是从民 民国那个时候开始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 少了一节 应该是这样 我们先看一看吧 这个地方是展览入口 是从火车站 开始的 朋友们 抗战工程 先看这个铁写字路 这里面是 写的火车站的发展词 看会没 石龙火车站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火车站 石龙广州深圳 石龙广州深圳 廣九龙县 石龙广州深圳 石龙广州浑 这上面都是一些当时建铁路的一些研究报告 铁路十颗表 票价表 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车票 现在去三楼再看一下 三楼没有开放 然后就是等于一二四 如果有机会了可以来这边真的来这边参观一下 还是受益匪浅的 因为它这边是没有名票的 可以登记一下 然后扫一下他们这个码就可以进来参观了 现在我基本上也看完了 现在我已经参观完了 朋友们 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如果想来的话可以过来看看 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